本次行政院版的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目標設定為 拼禁機固環保守農地 並且對於未登記的工廠採取全面納管就地輔導合法經營的三大策略 然而,實際的修正內容卻是讓違章工廠就地合法 進而可能毀農滅國 本席贊同拼禁機固環保守農地的目標 但堅決反對假拼禁機之民行圖利廠商之時 假固環保之民行袒護違章工廠之時 假拼守護農地之民行毀農地之時 目前的修正版本幾乎無門檻的讓違章工廠就地合法 更將讓再違法的廠商的利益拉到比守法廠商 國民實安全義以及國家法治單位 與信賴更高的地位本行深感擔憂 相言之本次行政院版的修法讓既有的違章工廠 可以變更為特定目的的事業用地 特定工廠登記得以排除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建築法、國土計畫法 未來農地工廠登記之後 得以無視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管制 要蓋成摩天大樓或其他使用 都無法依循現行的體制開罰 農地工廠罪人令人詬病之處在於零星散落的分布 使得污染難以控管 並增加工業廢水、污染農地的風險 工廠法實行近20年 此次修正草案等不到違章工廠整治 只獲得第28條支持的就地合法條款 一旦修法通過 擺明就是放任農工混雜的現象 更荒謬的是 提到工廠污染的處理部分 政院版的並未明文規定由環保署主導 而環保署也回應是由主管機關 會同經濟部相關規定的認定 對於這樣的一個規定 若非屬於中高污染的產業 就會被歸類為低污染 但實質上其實有相當多污染的風險 未來農地將面臨許多不確定的狀況 本席再次呼籲 經濟的發展並不應該建立於農村的剝削 危害國民糧食安全 經濟不應該打折違章工廠 為中小企業生存之必要的假議題 來綁架台灣人 葬送台灣農村的未來 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正 應該奠基在 新增建違章工廠 即暴即拆和中高污染優先處理的大原則之上 謝謝許委員 下一位請洪委員辭蔭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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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打開